第六个问题 在我们去养殖场去买鱼 前一天的晚上打电话给鱼老板 告诉他们我们要买的金树 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实际上也只能这样 因为你提早一天 它也来不及去补了 实际上还是把它那些鱼给买掉了 不管怎么说 从心理上来讲 我们还是过得去的 如果你提早通知它去钉 那么它就去钓鱼 它再去捞鱼 那就是概念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做 也没有什么不如理不如法的 我们日本共修组一定依教奉行 如履薄冰 修心修行 一定认真学习白化佛法 以佛菩萨的般若智慧 改变我们自己的错误人生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大慈大悲 舍身忘我 救苦救难的恩师台长师父摩合萨 希望台长恩师早日来日本开法会 感恩世界各地的佛友们 感恩世界各地的义工们 同修们 感恩大家 欢迎大家早日到日本来参加我们的法会 他们日本的同修很努力啊 非常努力 他们的这个日本的同修修得很好 非常好非常好 嗯 嗯 嗯